國內有一個小村莊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沒聽過 但這裡的美絕對很小 我是寬哥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到激功坑 從現成出發到這裡只需要半個小時 途中會看到美麗的梨花 一百四十多年的豐樹上掛滿了紅色的籌帶 也許這都是願望 進入村莊後行駛到一片竹林的地方 有個三叉路 沿著左邊的斜坡上去往前走 便來到這裡為完全開發過的激功坑 以前男性的登山路都已鋪設好石板路 也許由於太小鐘 這裡很少有遊客 強烈建議喜歡小眾旅行的你 可以來這裡看看 進入石板路後 就能看見路邊高聳的大樹 沿途的小溪流和收穫滿眼的綠色 往前走就能見到一個小的溪流落差 繼續往上幾個石階 就看到了第一個有二十多米落差的瀑布 冬天的水少 但水很輕 古蹟到夏天的時候一定很壯觀 返回到下面的山車路口上去 又有一個瀑布 這個瀑布有三十多米的落差 瀑布的水掃落在石頭上的觀感 非常舒服 再往上爬到瀑布頂端 你會豁然開朗 看到遠處的天空與山外 這裡還有一個高落差的瀑布 也是一個拍照片的好地方 這一刻的你可以放空自己 在這裡感受一下見天見地 見眾生 見自己的體驗